国富翔 加油 及时会农友来到光丰农会前 顶着艳阳高喊口号 表达内心的不满 民众气氛的强调 光丰农会长期以来都被少数人所把持 辈离照顾农友的成立目的 对此他们也提出 农会李坚士干部黑箱作业 抬高农药育肥单价 以及会员大会 记录葡萄名等三大争议 要求农会立即改革 这个弊端最严重的战略不是李坚士 而是会员代表 最基本的小组长 是他们指定的 那你如何在核心干部里面 去发展出 去推动这个农会 去改革呢 我很好 农会李坚士选举 他们都是出面 不审查预算 结算 只领他们的10%的筹码 所以这一点希望农会要透明改革 城外对于李坚士会成员的提名选举及任用 农友表示农会没有把过程透明化 缺乏公正性 而且明显忽视农民权益 现在李坚士会有几个农民代表 我告诉你只有两席 这两席是指定的 那刚刚有三个也 那就三个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无法得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知的情意都没有 针对成功行动农会表示尊重 并且澄清 改选规则一切按照全国农会改选作业办理 而相关诉求部分 会择棋进行沟通 由于双方目前人未达成初步共识 因此陈刚代表强调 如果农会不愿正面回应相关改革诉求 后续将会发动扩大抗争 甚至前往中央前面 原市新闻杂老Bits 欢迎光复采访报道